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拳击对碰 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场日本王者的对决 蓝色方的选手 川元成也 31岁 身高只有1米65 职业战绩15战10胜5KO 这位大兄弟实力可不一般 号称恶童 接下来这位选手可真是太猛了 黄志 今年31岁 身高173厘米 职业战绩42战27胜9KO 2009年开始职业提拳生涯 曾获得Tribulate,Hate和ISKA冠军头衔 自从2018年12月 点束缚于五尊后 便一路高歌猛进取得三连胜 强悍的实力加上俊朗的外形 他成了K1的明星选手 2019年11月24日 比赛正式打响了 不愧是恶童啊 川原开局就铁拳开路 把黄志给堵在擂台一角 持续暴揍 这左右大摆圈一打 黄志左摇右晃 难以稳定自己啊 川原的攻势越来越猛了 1 2 3 4 5 6 7 8 天哪 还在打 黄志可不是个铁头娃吧 在鲍鱼一般的攻击下 黄志丧失了反击的动作 裁判健壮就把他们两个分开了 理所应当的 黄志获得了一个完美的赌妙 这一刻 他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裁判宣布 比赛开始的时候 川原犹如猛虎扑石 再一次把黄志堵在墙角 穿原的拳头比开始的时候还要猛烈 或许是即将KO对手的信念支撑着他 川原继续着对黄志进行残忍的杂技 一套拳法下来 不仅拳头重 打击还多 让人不禁去想 黄志真的能扛下去吗 黄志堂的 穿越上腿了 这是一个违规动作 他被裁判拉开了 而局势也是在这一刻开始逆转 黄志趁机打出一击上钩拳加顶膝 造成严重伤害 黄志趁势 一击高扫腿上头 对手摇摇欲坠 黄志一击重拳接着砸头 穿越倒了 裁判按照规定给穿越堵秒 不料一读完 第一回合的比赛也就结束了 黄志这个名字 在咱们这儿并不出名 但是在日本拳坛 那知名度可太强了 通过第一回合的比赛 黄志的抗打击和体能确实是强 堪称超级铁头娃 黄志上次被武尊重击了十几拳 击倒三次都无法KO 这一次 又战装硬扛一回合 穿越成也也是前MMA选手 所以在第一回合 他有一次差一点使出了违规招式 让我们来看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穿越的攻击依旧零力气迅猛 穿越的拳头不是不重 换一个人来都得被KO 可惜他遇上的是日本第一铁头娃 穿越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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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 防止体力恢复得很不错 一上来的打击完全不落下风 甚至黄志把在第一回和耀武扬威的穿原成也 打得左摇右晃 完全看不出之前的生猛呀 爆裂成也 大人。 哈哈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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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智绝体反击 以牙还牙 反过来把川原躲在围绳边暴揍 川原的打法也太好体力了 此时的他可以说是精疲力尽 面对体力充沛的怪物 川原被打得累到跪地独秒 完全是可以预料的 黄智发动猛攻 恐怖八拳连续砸头 川原终究是扛不住了 黄智到底是怎样的怪物 他居然能在首回合被击败 且全面被压制的情况下 在第二回合发动绝体反击 逆转KO取胜 完美结束对方的K1生涯 这是一场王者级的逆转之战 大家觉得黄智打得帅吗 觉得酷就把酷打在评论区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拳击对对碰 我们下一次再会 我们下一次再会